大家好 我是红贺 欢迎大家关注今日头条 关注红贺脱口秀 我们都谈社交 都想做自媒体 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两类人 一类人敢用真名的人 另一类人是不用真名的人 其实我们在注射自媒体 注射社交化账号的时候 每个人都已经实名制了 但是这个实名制是什么 是平台对你的约束 万一你要违法犯罪了 能够找到你 但是在社交化这个领域当中 很少有人用实名制 你会发现这一大部分 没有用实名制的人 往往大量的存在虚假虚夸诈骗 传销 甚至是什么攻击 谩骂暴力 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现象 这是人的履根性 说如果有一天 你用了孙洪鹤这个名 用了你的本名 你就要什么 你就要有一个自我保护感 万一要我的朋友看到了怎么办 是吧 我这么骂人不好 他会对得起这个名字 对得起自己爹妈给的这个名字 他也担心 万一人家找到你了 打你一下怎么办 可是没有这种名字 实名制的人 他就胆大妄为了 甚至下层的人名 他也可以骂一骂 你看骂我的人 肯定都是农村 五六十岁的老头 你说你至于吗 对不对 他就骂你 但是要把他名字写上 说东家村李家长 毛毛毛毛山寨的 然后一个谁谁村民 他就不敢了 你看那天有一个人 还是一个老师 我说你这当老师 你还骂人呢 对不对 他就不敢了 所以未来的自媒体的核心 一定是实名制 社交化 我们再来说一个案例 大家都知道 叫做子弹短信 子弹短信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实名制 子弹短信当你注册的时候 就说了话 一定用自己的真名 身份证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真实的社交化平台 我们现在想一想 为什么罗胖能够做成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子弹短信 他一定基于大量的什么智囊团的 这样的一个思考 我们来分析这些智囊团 看看这些智囊团的定位 是不是清晰而准确 现在来看非常清晰和准确 他载纵的市场 一定是未来经营和未来的趋势 我们先来看看QQ QQ当时的时候是吗 都没有真名 全是尼城 我当时的尼城是不明和赢者有道 这还好一点 所以我们QQ混家族的时候 哪个人又真名了 都是什么熟悉的陌生人 说我们混论坛 是不是也是熟悉的陌生人 大家你好 你叫什么 我叫不明 说你孙鹤是谁 我不知道 是不是 所以从QQ到论坛 再到什么 再到微信 现在也是这样的 微信也很少有用真名 但你会发现那些创始人都在用真名 那些做微商 微电商好的人 都敢用于一个真名 恒贺就是敢用于真名 我们现在来看看 今日头条也好 企业号也好 百家也好 那些经营当中的经营 他是敢用真名的 为啥 他认为我本身就是一个 很有底线的一个人 我敢什么 敢被别人接受 你看上市公司 他为什么能够把财务报批 你的中小企业 个人企业 为什么不敢 因为你的账 你那些经营 都不敢亮出来 你要想亮出来 要想把企业做大 你必须得财务报批 这是一个道理的 你的人 如果把它当成一个公司 你这个人要想上市 要想做大做强 要想有合伙人 有融资 有别人相信你的产品 买你的什么产品 如同买你的股票一样 你说你什么时候都藏着椰子 我这个人不叫这个名 谁能买你 这是一个未来吗 所以我们讲到了 不管是从消费者的角度 信任的角度 因为现在越来越难于信任 我们做新零售 为啥不相信你 我们做平台 为啥不相信你 这些的一切的一切 都是因为我们很多人 养成一种什么隐瞒 隐藏 躲在耗子洞 来指手画脚的一个习惯 所以不管是什么 不管是现在的一个趋势 罗胖做了子弹 短信下载量非常高 就就什么 就一下子就感应了我们这人群 我得到这件事情 我发现我一定注册 因为这样的平台 大家都是按了实名制来 你是哪家公司的 我是谁 大家一定会什么 在短时间内形成一个情关系 我们再来看一看社交的本质 我们谈完了消费者的 谈完了信任了 谈完了趋势的 谈完了社交化的内幕的东西 我们再来谈谈逻辑 说我们社交咋社交 说你恒克叫什么得知道吧 说你不知道我叫什么 你也不知道我干什么 你不知道我男的和女的 我今天卖一个东西 你能卖吗 你能买吗 不能吧 所以社交要强社交 我们现在都是潜社交 说恒克你知道你手机号吗 你告诉我不告诉我 我知道你啥人 但是你要真的把实名放到这 我一看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就能告诉你 因为我有一种安全感 我如果今天我恒克不实名 你没有安全感 你们也没有安全感 所以我敢于亮出来 我敢于把我自己的信息暴批了 就相当于上市公司说 我要卖你股票 我买你的股票 一暴批了 有个监督 一平台监督 第二社会监督 第三的是什么 是人群监督 这个人就是松河 一茬茬百度也是松河 他的身份账号是2308什么什么什么 好了 他要是敢坏人 咱就咱就干他 咱都知道他车牌号 咱都知道他孩子上哪个小学 咱都知道他住在哪里 咱都知道他地址 他敢使坏吗 他不敢吧 你看 所以未来一定是这种强关系 这叫什么信任 信任信任不是什么 不是说我广告你就信任了 我说我好你就信任了 我说我是教父 要你一个月能够月段30万 你就信任我了 那是个傻货 所以现在的信任都是流氓加无赖 相互之间的信任 相互之间互害 真正的信任就是君子和君子之间 淡淡如水的 黄克你就这样 你也别高抬自己 我们也不踩着你 在财尼你也是这样 在高抬你也是这个德行 这叫君子之间的淡淡如水 所以我认为 所有所有的社交化 未来一定是这样的 淡淡的君子之间的 平行之间的 价值链之间的 不同层次和不同层次之间的 那就必须建立在实名制的自媒体上 所以相信红贺这句话 就从今天开始 勇于把你的名字放出来 聪明了 咱不怕 聪明后面可以加一个标签 比如说我孙鹤聪明了 孙鹤创业教育 可以了吧 王海聪明了 好吗 王海打奖 你看他不能聪明 后面的标签 你可以有n多个 头像就是咱的 头像 好了 坏了 是咱的 有人说我头像不好看 你看 还在造假 是我的美颜一样 看还在造假 我就这样的一个德行 我就这样的一个样子 喜欢我的自然 喜欢我 这才叫真实君子之间的社交 认同皇后这句话吗 如果认同 请大家多多支持 也多多指点 我需要大家的转发和点赞 谢谢 谢谢我们这些铁杆的粉丝们 也谢谢所有新的朋友 我会用心来爱你们 用心来分享 用心来分享一些 有良知 有价值的一些东西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再见